太阳下山了 温度还降不下来 被称为热带业的现象 它对身心健康都造成威胁 曾经咬伤小孩 差点被终身监禁的比特犬 去哪了呢 我们带您看毛孩教育至关重要 参与防疫协助弱势族群 柬埔寨获颁了东协社会福利 和发展贡献奖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7月19号 大爱夜安新闻 我是陈朱祺 您喜欢走路吗 走路被称为是最方便 而且有益身心的运动习惯 过去我们曾经听到一句口号 就是说每日走一万步 就可以长保健康 但是英国最新医学研究 却修正了这个说法 它告诉我们说 65岁以上的长者 你每天只要走到6000步 就已经非常理想了 走太多反而容易让骨骼肌肉受伤 那么年轻人则至少要走到 8000步左右 走路的时候有几个注意事项 第一当然要穿适合的鞋子 所以脱鞋皮鞋都是不可以的 走路之前要暖身5到10分钟 还有健走跟跑步不一样 健走要让脚跟先着地 最后呢就是说 如果你遇到下坡的时候 走路的步伐要尽量小一点 避免跌倒 经常健走会有三个好处 第一个当然就是强健我们的骨骼肌肉 其次增加血液循环 减少心血管疾病 最后就是能疏解身心压力 最经济实惠的运动之一走路 不限时间场地想到就走 为了补足运动量 甚至设定步数督促自己 常说日行万步 但美国学者团队发现 每天不用万步就能延年益寿 研究一步行量分了四组 最低三千五百步 最高一万多步 结果发现六十岁以上年长者 死亡风险在每天走至少六千步之后 降低幅度达到最大值 年轻人则落在八千到一万步 老人家因为他的身体的一些功能 相对年轻人可能是不是那么理想 但是如果说他有能力 可以在自己每天的范围内 去多走几个步数 其实看起来对他的这个 死亡率的这个风险 还是会有在下降的状况 那你甚至会比那些 就是原本一天步数 可能只有三四千步的老人家 这个风险是可以下降到百分之五六十 走路上下半身会有一个交替的 这样子交叉的动作 这个动作会让躯干产生旋转 也有助于我们整个脊椎的稳定度 活性 然后以及我们内脏筋膜的滑动 换气量比较大的时候 你的横隔膜 它会有比较剧烈的往上下的这个移动 那这个移动也会让整个内脏筋膜 以及淋巴的代谢会快很多 走路看似简单 却考验着心肺 骨骼肌肉 神经系统 平衡感官等身体机能 医界甚至提出该成为人体第六个生命真相 不过许多人会用错方法走路 反而造成伤害 很多人会有锁死的步态 膝盖的后侧是整个这样顶的直直的 伴随的骨盆可能会有前傾的现象 然后会有前凸后翘 所以落下去的时候 它就会整个往后顶 往后顶的时候 这个撞起就往上冲 所以有的人髋关节跟腰椎 就可能产生问题 实际比较锁死步态时 腿完全是直的 但正确的脚应该带点弯曲 左右脚先平均的站 接着呢 微微的收着小腹 然后呢 接着把膝盖保持一点点弯 然后保持呼吸 具体来讲就是把你的身体身体 往下降一两公分 保持这样的状态去走路 你用到非常多的肌群 所以身体的活性 或者大脑的活性是非常高的 用对方式走路事半功倍 专家也建议可以在能力范围内 加快行走速度 能对健康更有帮助 大爱新闻林一婷于国伟台北报导 台湾时间已经晚上七点多了 不知道您住的地方还很热吗 这一种太阳下山之后 温度还没有降下来的状况 专有的名词叫做热带液 它是定义说太阳下山之后 气温没有低于25度 就成为热带液了 而现在台湾一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处于这样的状况 而且所谓的热带液也有城乡差距的 城市里因为建筑物比较多 有热倒效应 所以城市比乡村的温度要高5.5度左右 长期处在夜晚很热的情况 会让你的晚上睡眠品质变得不好 流汗特别多也容易脱水 当然也有可能造成身心健康的威胁 马德里市中心 早上9点钟声才刚响起 温度计就跳出摄氏29度 乍天夸张 其实真的攸关生死 世界气象组织就在18号提出警告 各界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白天的最高温 但杀手往往是选在夜间 人们辗转时造房 对散热机制较差的新生儿 年长者以及慢性疾病患者尤其如此 世界气象组织指出 这波热浪还在早期阶段 随着天气越来越烧 欧洲部分地区即使到了午夜 也可能有摄氏30度 有空调也负担得起 在欧洲毕竟不多 弱势中的弱势只能将就挣扎求生 专家警告地球高烧再不想办法降温 到了本世纪末 夜间温度可能逼近摄氏40度 因为太热在暗夜中死亡的风险 恐怕增加6倍 大爱新闻秋凯文编译 好您还记得吗 在南台湾因为咬伤了小孩而被贴上恶犬的名字 甚至于要判终身监禁 这只比特犬现在到底去哪了呢 其实比特犬在台湾从去年开始就是禁止饲养的 假如你已经饲养了比特犬必须要登记 而且不可以繁殖也不能出售 养比特犬的四主即便你搬家了 也要向主管机关来申报 原因就是大家都认为比特犬是一种凶猛 会伤害人类的动物 但事实上刚才我们提到的刚这一只 曾经咬伤孩子的比特犬 现在已经被认养了 经过正确的教育 它已经变成一只温馨的毛小孩 这衣服是他自己选的 他自己选的 刚来的时候他比较不太会去控制他的一些力道 这边欲亲 就这样 它就会自害 你给我看 任人摆布 惹人疼爱 一年前的索尔却是个重刑犯 不安焦躁 当年他差点被终身监禁 有三位四主申请想收养他 花了将近两个星期 就是真的是席地陪他睡觉 睡到他熟悉 睡到他觉得就是 在这个环境里面是比较安定 真的是有一个家的感觉 他会变成一个忧郁的狗 宠物跟人一样 他就是需要被教育 他需要就是被了解 有点鲁莽但很亲近人 找到新家的他如脱胎换骨 刚开始我的朋友看到他的第一眼的时候 一刚开始会害怕 可是后来发现他是真的 他有想要试着跟人的部分互动的时候 我朋友也是觉得还蛮亚亚 因为所有的改变 然后因为他的本质 那就是也会造就我 他现在身边爱他的人特别多 更了解他的特别多 坐这儿 你知道了 把比特犬当家人的还有林小姐 可以体会有人在说 哦 她儿子跑去还是什么 我觉得那种感觉 你找到的当下 你会觉得哦 我这三年多的日子 我到底是怎么过的 想笑的 寻寻觅觅三年 拜敬仰令所思 意外让他从新闻上找回爱犬 还好我有打那个金片 要不然我也要不回来他 其实真的很多人都会怕 如果我今天没有养他 我可能也会怕 你吃他 你就是要对他一切行为负责任 如果把狗交好 人家就不会这样 狗狗就不会有行为的偏差 就不会让人家 对他们有不好的印象 人和狗都难控管 只能靠静养来降低风险 不过代价就是比特犬 未来有天将在台湾本岛消失 大爱新闻里 家新郑瑞评业仪林 高雄台北综合报道 毛孩大翻身的故事 在巴西还有这样的例子 安全帽 防风镜 背上是一大一小的外送箱 一人一狗穿梭在巴西圣保罗街头 来到目的地 等着他们的是一群街友 和他们的忠实伙伴 疫情期间起心动念 为动物募集温暖 善念萌芽的契机 要归功于与路比的相遇 三年前躲在他车底下的浪浪 现在是刻在他心底的名字 和他形影不离 这对最佳拍档在抖音上有15万人关注 除了接受捐赠还成立了路比外送服务 贩售宠物用品的所有银鱼也用来购买爱心狗粮 有很多鱼鱼 后遇到疫情期间 有很多人都不愿意避免了鱼鱼 然后跟这些资金带的助力 资金带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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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很棒 大爱新闻 江玉体编译 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之后 回到新闻现场 带您到伦敦看这个超级地下城市 别有一户石丹丹 就能扬入虎空 手机 猛虎也能回头 当我坐在船窗边 朝河上望去的时候 突然一片骚乱 原来是船上厨房 逃脱了一只家禽 正狂乱地朝对岸逃去 无情地追击者 抓住他的脖子 兴高采烈地将他带了回来 我告诉厨子 我的餐食 什么肉都不要了 如果我们虚心承认 人类不是唯一具有个性 不是唯一能体验喜悦悲伤 痛苦绝望的动物 我们就不会高傲地将剥夺动物生命 视为理所当然 我们吃的肉 是恐惧 痛苦 死亡的结果 我从此不再吃肉 可以跟我做朋友吗 可以带我回家吗 请告诉您的孩子 葡萄长在树上 但香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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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泰晤士河是英格兰最长的河流 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 河上还经常举办各类休闲或者经济活动 可是整个伦敦超过900万的人口 他们的日常生活废水通通排进了泰晤士河 造成严重的污染 所以当地政府就现在正在新建这一座超级下水道 它真的非常的大 因为光是它的宽就有7.2公尺 你看人在里头变得很小 因为它的宽度是可以并排三辆的双层游览车 它也很长 全长有25公里 最深的地方有70公尺 这一座地下城市就是希望把家庭废水 能够进行过滤 再排入泰晤士河 走访伦敦下水道 恶臭男人的气味让记者直呼崩溃 每隔几年 英国首都下水道就会遭脏污油脂堵塞 因此这里被称为魔鬼的栖息地 展望2024年 英国终于有望摆脱这项窘境 19世纪全球首个完善下水道排污系统问世 地点就在伦敦 之前污水都直接排放到泰晤士河 不过随着人口从当初400万增加到如今900万 下水道容量不堪重负 一碰上雨天 即使是毛毛雨 污水就会再度涌进泰晤士河 2016年当局下令展开超级下水道升级改造计划 希望全面斩断污染隐忧 深入地下40公尺 团队正在逐一查验最后收尾阶段 将在明年试运行2025年全面投入运作 超级下水道全长25公里 直径7.2公尺 由西往东沿着河流蜿蜒 预计能在强降雨期间 拦截并清除95%的泄漏物 守住老百姓与自然生态的健康 大海新闻落泽进变异 今年许多恶劣天气都打破了历史记录 我们看的是印度 它这是45年来头一遭 大水几乎要淹禁了世界遗产太极马哈林 政府正在积极地防堵洪水肆虐 不过在这里令人感慨的是 人命似乎比古迹还要不值钱 因为同样是淹水 人们忍受的是缺水缺电的生活 大水淹禁了家园和农田 政府一时之间还拿不出办法 洪水肆虐印度北方邦河畔古迹太极马哈林 外墙18号一度遭河水波及 临近的亚木纳河水位超过150公尺 是1978年以来的最高记录 也是45年来河水首度到达太极马哈林的城墙 虽然官员强调太极马哈林的建造 经过精心规划 即使洪水泛滥也不会淹进主体结构 但附近的民宅和田地可就没那么好运 北方邦的城镇阿格拉传出大范围的洪水和 甚至连火葬场都惨遭淹没 包括古城摩托拉在内已有超过500人被撤离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洪水已导致约125公顷的农田被淹没 上百个村庄城市地区断电 民众粮食干净水源都成问题 大爱新闻武贵真编译 另外一个创记录的当然就是高温了 美国的凤凰城原本就是非常炎热的沙漠型气候 今年温度超过摄氏43度以上的天数 已经来到19天 这也是打破了将近50年的历史记录 那凤凰城的慈济志工知道说 越是这样的时刻 若是家庭或者街友就越需要帮助 所以食物银行是一天也不敢停歇 志工的服务让每一个人随时可以领取 他们需要的物资 甚至还在会所装了一排水雾喷雾 让民众来到这里的时候 可以暂时消消暑 一阵清凉从天而降熟气全消 这是志工吉姆帮忙装设的雾水系统 让来领取食物的民众在等待时 也能够很舒适 热浪来袭美国高温屡创记录 慈激凤凰城会所 书果发放日如期举行 夜日下常来帮忙的教会志工 还比过往多 就连年过七十的爸爸 也一起来帮忙 今天很热 我认为它会是1.15 所以我会溶掉 但是我们很享受在这里 师兄有没有觉得很热 还好 现在都热了 大峡谷的炙热 也让从台湾来探亲的庄荣宗 和拧燕花很有感受 但他们依旧喜欢带着孙子孙女们 出门做志工 真的吓到我想说 台湾36度就很恐怖了 那凤凰城这边都45度 很愿意来 也不会觉得懒洋洋的 就是一股热情 也就是这股热情和动力 尽管是人人都不想外出的日子 例行要发放的面包和杏仁奶 一如往常前往大卖场采购 才刚回到会所 又能够立即来到厨房 张罗大家的午餐 谢谢啦 不会啦 应该的 外面跟火炉一样 结果你里面外面都是火炉 对啊 这一天涉事47度 酷热下这里没有不耐和烦躁 只有满心的欢喜和情景 大爱新闻之下 美之工林慈萱 赖继腾 美国报道 2016年陆客团在台湾 发生火烧车的意外 慈激之工协助善后 2016年7月19号 中国大陆辽宁省旅行团 达乘游览车前往桃园机场途中 车辆起火燃烧 车上24名陆客 加上台湾司机和导游 全车26人罹难 意外现场志工何时助念 并赶往殡仪馆陪伴家属 我身不中断 让往生者能够临安 慈激功德会已经主的一个所谓祝念谈 我们希望大家不以宗教为界限 反而是以这样的一种 帮助大家亲属安心的这一个祝念 祝福持续陪伴来台处理后世的家属 直到所有家属返回中国大陆 2007年7月19号 印尼雅加达省长苏迪游缩 将慈激任阳整治成功 1700公尺的红锡河段 改名为慈激红锡河 9月29号 省长亲自赠与证书 2008年4月13号 雅加达省长和市长 共同参加慈激红锡河 立碑仪式 慈激和印尼政府 共同整治红锡河 要回溯到2002年1月 豪雨肆虐 沿岸数千人不加可归 同时曝露红锡河的严重污染 黑色河水 布满垃圾 污泥淤积 河床从原本7公尺深 只剩为1公尺 完全失去调节水量功能 于是慈激和印尼政府合作 抽水 清扫 消毒 一枕 为沿岸居民新建大爱屋 我们也是跟实际写 怎么样教你 做一个人 做一个好的人 从2002年11月起 诊治后的红锡河 每年举办龙舟赛 借由活动唤起环保意识 丢垃圾丢在河边习惯了 现在已经慢慢改变过来了 2006年7月19号 梁雨梁师首批结业 花莲茨基医院 启动标准化病人训练 32名由志工担纲的学员 受训半年后本日结业 能够真实的反应学生的理想 由志工扮演标准化病人 模拟各科别出现状况 想问你怎么会听 我脚脚在听 标准化病人就是要给医学生 练习的机会 不然他们都 在门诊那边 他们可能会紧张 病人都是我们的老师 为了要通过这种时间跟空间 这样的限制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 标准化的病人 标准化病人上人称为梁雨梁师 有别于其他医疗单位 和专业演员合作 此际梁雨梁师开创台湾先例 他们来都是自己 就是要掏药包去付策码费 实际标准化病人跟别人不一样 他的那个忠诚度 跟他的中心理念非常的清楚 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 受到政府重视 2013年考选部将标准化病人测验 正式纳入医师国家考试 梁雨梁师成为医学教育的重要角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苦花鱼 我需要干净的水源 喜欢在基流岸石处蹦跳 人们用心附入河川 与万物共享着一弯美好 苦花不再苦情 给鱼儿一条清净的河流 我是陈伯正 因为同理心 所以我就很自然地吃素 大概三十年前吧 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下去钓鱼 我从小就钓鱼 钓了一辈子 那在那边钓钓钓钓 又钓到了 那一条鱼西里头的九斑 它是这样 这样挣扎的 忽然 怎么会这样呢 那一条鱼的痛苦 怨恨 挣扎 无奈 那种痛生生的痛 好复杂 全部跑到我这里来 拉起来之后 跟它说对不起啊 赶快放走 你看今天钓的鱼啊 不好意思啊 倒钓了 回家晚餐啊 有鱼 筷子停在空中 夹不下去 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 吃不下去 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 算了 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心情 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啊 竟然开始能够感受 互相善待之后啊 我整个生活环境变成越来越舒服 光了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关心天气状况 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李敏俊 气象看大海 陪你聊天气 大家好 我是明君 太地台风刚走 又有台风可能形成 菲律宾东方海面 有热带扰动的发展 气象局表示 后天可能变热带性低气压 大后天也就是周末 可能增强为台风 名字杜苏瑞 而未来怎么走 变数还很大 周日前各国的预测 都是往旅宋岛方向前进 但是周一之后的预测分级就很大了 这是各国预测的路径 往北有机会到日本的南方海面 往南可能通过菲律宾 所以现在谈对台湾的影响还太早 还是先来关心这几天的天气 今天天气还是不稳定 早上11点开始 气象局针对台东山区 还有恒城漫岛发布大雨特报 接着大雨特报扩大到了 中南部的山区 还有东部的山区 另外还有嘉义台南高雄 屏东宜兰 另外也发布了大雷雨的讯息 而今天累积雨量最多在屏东是100毫米 使雨量最多则是在台东的清风乡 72毫米 如果从16号算起4天的累积雨量 最多在台中的雾峰256毫米 可以看到到处都是红彤彤的一片 而最近山区下雨 土石可能松动 前往山区要注意摊坊和落石 而明天降雨状况和今天类似 上半天多云到晴 午后在西部地区还有东部山区会有雷震雨 范围比今天大 中南部和山区会有局部大雨 周五开始到周日水气少一点点 大雨几率降低 而至于周一周二 如果台风行程往南海方向前进的话 那么东半部还有恒城半岛就是迎风面 可能会有短暂雨 其他地区还是午后有局部短暂雨 最近常常出现雷震雨 虽然不方便 但是抬头看看往往会出现美景 这是今天下午五点多 关渡平原午后出现的大彩虹 可以清楚看到 红跟泥见证天地之大美 生活follow me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 明天各地是多云道晴的 但是要注意就是台东还有恒城半岛可能会有短暂雨 另外就是西部还有东部的山区 午后会有雷震雨 部分地区还可能会有大雨 另外就是明天持续的是炎热的高温 在32到35度之间 还是要注意防晒 另外就是南部 恒春半岛还有澎湖可能会有长浪 最好不要接近海边 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暑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疫情期间全球NGO都面临一个同样的困境 那就是志工人数会减少 在慈济一复如此 柬埔寨的慈济志工大量减少之下 他们要靠很少的人力 完成所有的防疫援助行动 终究还是使命必达了 于是他们获得了政府提名 最近刚刚货班东协所颁发的 《最佳社会福利发展贡献奖》 过去三年 全球笼罩在新冠病毒的阴霾下 柬埔寨历经封城 医疗资源不足等问题 当地慈济志工爱得脚步不停 今年获得福利部的举荐 拿到东协颁发的社会福利 及发展杰出最佳贡献奖 上午柬埔寨联络处负责人 谢明勋在新辟的早安慈济情单元中 分享了这个喜讯 今年是第二届 那主要是透过东协每个肺炎国 他们都会提报一个NGO跟一个企业组织 给对国家有贡献的 那今年柬埔寨福利部 就推荐了我们实际 在柬埔寨 志工人数本就不多 疫情期间 愿意出来的人更少 但慈善工作不减 如何在有限的人力下 完成这些爱的任务 志工的协力更显重要 疫情前有300多位 疫情后大概剩下3 固定有30位 因为疫情嘛 大家都怕 所以整个志工都减少了很多 可是我们能做的 我们当然继续做 大家能付出的都把握 把握因缘 赶快来付出 有了这个奖的鼓励 柬埔寨慈济志工 也为之后爱的行动 逆出新的蓝图 因为疫情后的福田还是很多 那我们希望利用这些 就是这些福田的机会 让志工还有流失的志工 继续让他们可以回来 因为疫情已经渐渐过去了 我们就尽量把它接引回来 大爱新闻柬埔寨 综合报道 筹备了好多年的时间 无量意法随颂的金藏演绎呢 这个月底就要在彰化体育馆登场了 一连8个场次的演出 有好几万人流要在这里进出 那么彰化体育馆原本是一个 有40年历史的场馆 但是去年他们重新布置了 所以志工也要维护这个场馆的整洁 还有妥善 第一个工作是要先把所有的场馆的地板 都进行全方位的保护 这个工程可不简单 你看到志工用人力接龙的方式 扛进一块一块的木板 还要铺上地毯 就是希望每一个人在这里走动的时候 确保安全 也确保场馆的周边不会被破坏 重新整修的彰化体育馆即将迎来大型活动 此际中区金藏演绎就要登场 方便演出走位 地板将会贴上各种标签 前置作业可是费尽心思 重点是在于我们的地面是新的 那怕地面会受损 那我们赶快用我们的两分板 把它铺上去 保护它地面不要受损 木板一片一片靠人力搬进会场 志工有如蚂蚁熊兵 一个上午就将体育馆室内地板整个铺满 为了方便交代拼接 得跪在地上将它们密合 白髮苍苍汗如雨下 没再怕 各个都有练过 反正练那么久了 可以啦 没问题 地板铺设完成 地毯随后就到 每一样工序无缝接轨 多亏了县府人员的协助与通融 有这个因缘才会再彰化来办这个盛大活动 所以我们是予有荣烟 持继要永恒 永续也是要靠团队 一个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的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 但是一群人才可以走得远 酷暑劳动最怕中暑 后勤补给很给力 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发挥最大功能 力求近藏演绎 尽善尽美 大爱新闻 李亚萍 刘国民 黄宗宝 彰化报道 如果有一天你也发现自己罹患了失智症 人生会变得什么样呢 有人积极面对参与治疗 也有人会灰心气馁 进而就会退化得非常快了 此季人文志业中心制作的 《一起慢慢走》的节目 在今天获得了第三届影响力新闻奖 首奖的肯定 在这个节目当中记录了三位失智症的患者 他们如何面对疾病 好好的走往后的人生路 我们来看这一则报道 我不觉得走私了会怎么样 假设说走私了就不是我的责任了 我已经禁止了 我已经禁止了让我不要走私 资深气象专家李富城 四年前妻子离爱过世 患上忧郁症 在列经之前疫情封闭 不知觉踏上失智这条路 自己觉得一个人生活很美 也不是孤独的关系 而是觉得这个了无声训 没有一个人值得你牵挂 与实智镇共存找一个突破口 他有了另一个舞台 是美食狗主也是气象YouTuber 他的人生转折透过大爱电视 大爱全季时节目一起慢慢走 和另两位失智长者故事 获得今年影响力新闻奖 电视及网络影音类 单篇专题报导 手脚殊荣 首先谢谢主办单位 跟评室老师的肯定 我很少看到有失智症 愿意正面让大家拍说 他得了失智症 因为你刚刚到最近 你讲过我就可以 所以我们就是觉得说 在找个案这个部分 也很庆幸就是有三位 三位就是很有人生故事的长者 愿意跟我们分享 希望透过他们正向的一个能量露出 然后让失智症的其他人 可以更受到大家的肯定 你们的报导 让社会所有没有关心老人议题的人 会开始关注老人的议题 郑清漆和导演黄宗南 拍摄一两个月 记录三位长者生活 感受到的是活到老的学习与创造力 流人海布施 两家公益基金会董事长 罹患失智症超过十年 一席话下了注解 老人失智症 就好像飞机在天上滑翔一样 我现在是这样滑翔 有一天会慢慢慢慢慢慢降落 降落 到最后 连我家在哪里 我叫什么名字 有可能都忘光光 也没有关系 就顺其自然 不要去害怕 大爱新闻 邓映中台北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 感恩您的参与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谱体 我是陈竹琪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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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